就是大家知道我可能我目前在育嬰流程 然後育嬰流程在家裡然後又加上是孕婦 很容易就會胡思亂想 然後我前期又不是很會說 總不覺得這次生小孩會不會死掉 所以呢我就想說糟了我死掉 我老公是只會 我老公是只會把錢放佛存的人 所以我就最近就是一直在研究ETF 然後我先介紹這一個 然後它是那個 欸為什麼我先講這個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其實我們投資不能只投資股票 要不再配不再配 可是很多人可能只照這個觀念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要不再配 所以呢我這邊我先介紹這個 那大家之後看下去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做不再配這個做法 那這個網站它其實 這網站它其實很厲害 它其實有很多的功能 那我主要是用它來做回測跟看它的相關系數 那可是在這邊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其實回測的目的並不是預測未來 那我們只是要用來瞭解一下說 其實過去這兩個東西的相關性 或是它的報酬率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多少 可是未來其實怎麼走的話其實是不一定的 過去的績效不等於未來的績效 所以大家買基金也是 過去這個基金表現很好 可能不等於未來它還會很好這樣 那它主要這個網站它總共有這六個功能 那它這邊他們網站本身就已經有提供飯店 這是連結 你們直接在那個PDF裡面直接點進去 你們就可以直接去看它的連結 那我這次主要就會講那個資產相關系數 跟那個投資組合的意思 那相關系數的話 其實你剛剛直接點進去它的那個網站 你就可以有這個你在點進來的話 那這邊你可以直接輸入 不過因為這個網站是只針對ETF的 那你就可以輸入一堆ETF 然後你在選擇它在哪一段時間裡面的區間 然後你要用什麼來回程 那我通常都只輸入前面 然後不輸入這個 除非我是想要特地看說它在股災的時間 或是它是在股市比較好 或是債市比較好的那個時間的話 我才會特地去選擇時間 不然的話我就是看說 它整個ETF曾經有多長 我就直接看它多長 那輸入完之後直接按下一步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資產的相關系數 那這邊我是主要把幾個比較 比較常投資的那個股市跟債市的ETF 放在這一邊 那我這邊主要是選Vanguard的 那它的這三支ETF它是美國的全股市市場 它這個是投資美國的大型股 除了S&P500之外它還有投資一些中小型股的 那這個是全世界的股票總共有好像 我問就是兩千多支還四千多支的 全世界的股票的ETF 然後這個是美國以外的全世界的股票的ETF 那下面呢三個是債券 那第一個是美國的全整體債券 它是包括公債跟公司債的 那第二個是美國七到十年期的公債 還算是中期的債券 然後最後是美國二十年期的公債市場期的債券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表示的是 大家都說我們投資可能要就是分散嘛 不要只投資美國 我們可能也要投資什麼新興市場啊 投資什麼新興亞洲啊 南美洲啊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主要看 你可以看一下美國的全市場的ETF 跟其他的這兩個你看他們的相關係數 其實是0.94跟0.92 相關係數越接近1就是代表說 A漲1塊 B也會漲1塊 然後如果是負1的話呢 就是A漲1塊 B會點1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 美國的全股票市場跟全世界的市場 或是跟美國以外的股票市場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相關係數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這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其實美國從大概很久之前 其實它就是代工嘛 然後隨著其實這幾年一直下來的話 其實它代工 委外代工其實是越來越 佔比率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其實就是 其實美國島其實真的全世界都會經濟不好 所以其實你的分散投資的話呢 其實可以把這個考慮進去 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說 投資一些來達分散風險的話 其實你現在這麼全球化的時代的話 其實它作用有限 所以我們不能只靠說 你投資美國的市場 不是又投資別的國家的股市 來達到分散風險的這個作用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同時看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美國全市場的股票 其實跟債市呢 他們是成一個負相彎的 雖然沒有到完全負一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它跟整體市場債券是負0.14 跟長期的公債的話 能夠到負0.45 也就是說其實你如果是投資 如果是股市不好的話 因為大家要避險 所以資金就會流向比較穩定的債市 所以這才是我們為什麼要做股債配的原因 那這邊 所以我們同時也做一個歷史回測 那下面我就做一些歷史回測 大家可以回去 就反正這邊輸入一下 那想要更看更詳細的話 其實我每一頁都有我拆好的網站 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點進去 有更詳細的文字說明這樣 那這邊主要就是你可以填入 你想要從哪一年到哪一年 你的回測年份是哪一年 你原始投入的資金是多少 那你有沒有想要做再投入的這個動作 例如說我每年或是我每固定一個時間 我就會再投資一筆金額 然後你有沒有要做再平衡 那再平衡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我這邊就不詳細說明 後面會有一個連結 大家點進去就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我們每年或是每一段時間 我們要做我們資產配置的再平衡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邊打入你想要看的一些ETF 然後打說你不同的比例這樣 那它這邊是直接把那個美國全市場的ETF 加上三種不同時期 就是短期、中期跟長期的債券 來看它的那個回測結果 那我們可以直接可以看到說 它結果是大概是2008年到2017年 2014年總共7年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的報酬率 因為這幾年應該都算是多頭年吧 那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它報酬率呢 它IR的報酬率大概是從11.28到8.52 那報酬率反而是大家可能會覺得長期公 它的報酬率是其實長期公債的報酬率是最好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 因為TLT剛剛我們看到吧 它是跟股市的那個相關係數是最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標準差異 也就是它波動度 因為它能夠跟股市做一個平衡 所以它報酬率不但是最好 然後它的那個波動度是最低的 所以它是能夠有效的能夠減少說 我們在不好的年份 可是其實我們的資產的下降 其實是沒有其他兩個那麼的高的這樣 TLT 好 所以 然後我們可以從這張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是單純投資美國全市場 或者是你單純投資那個 美國20年級公債的話 其實這兩個東西 它們的波動度都是非常的大的 可是很神奇的 也就是你把它們組合在一起 例如說是五七再三這樣 組合在一起的話 它們整體的波動度反而會整個降下來 就原本它們個別波動度可能都有13%左右 如果你組合起來的話反而是低於10% 這就是股債配能夠讓你的投資組合 能夠穩定的持續上漲 然後又降低它的波動度的原因這樣 好 所以 結論就是 如果你是要做補債配的話 記得要有 就是按照紀律的做債平衡 才能夠有達到這個穩定的效果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以前呢 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ETF 都在TD裡面都是免費的 就是免交易數據費 可是在去年的10月的時候 它就做了調整 所以就是目前這些都沒有免交易費的 可是它也有一些別家的ETF是類似的 那可能如果大家是想要的話 可能就要找一下替代 可是那些替代的其實它交易量 真的比較沒那麼有那麼大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就是因為你如果說ETF投資 你可能不會是一直長期活 就是一直每天的在交易的 可能就是一季或是半年一年這樣投資的話 那可能手續費就是 嗯 也不是那麼的嚴重的一件事情 這樣 可以問一下 好 就是上兩三頁 對對對 VCAGR 它是每複合成長率的 對 那 就是 VTI 跟TLT 分別是70%跟30% 去RUN出來一起 對對對 那這個意思是一兩年就半倍了 幾乎是兩年半倍的意思 啊 年複合成長率 這麼高的情況這樣 怎麼講到這個 C-AGR C-AGR是負荷是那樣 對啊 年複合成長率 以七二法則來看的話 其他就是十年半倍 那這不就快要是兩年半倍了 怎麼 他那個算法是好像是每年再投入五萬塊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影響到會把 對 負利了 他當初設定好像是有設定每年再投入 負利算法嗎 那這個 目前這個投資組合是 特定一個時間點進場 還是每個月每年進場 一年每次 他就是年初的時候進 再平衡 對對對 他的設定是設定 一月一號 如果沒有配合就一月二號 這樣再投資來 會測出來 那再平衡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這一年我的比例已經施增到變成78跟22 所以你就要賣掉一些股票來買債券 或是你就不用買嗎 因為你在投入的時候你就 例如說你股就補少一點再不多一點這樣 對 因為他主要的再平衡 就簡單講一下 再平衡的目的其實就是說 目前如果這個比較不好的話 是代表說你現在用同樣的機能 你可以買到比較多的數 單位數 那以後當市場如果有任何反轉的話 其實你那個資產反而 因為你之前有多買單位數 而會跟著漲上來 所以這樣反而能夠讓你資產 能夠穩穩的上幅 而不是就是會有很大的波動這樣 波動就會變大 那七三比是特定的嗎 這個其實有人是說 這個補債的比例 你可以用110來減掉你的年齡 可是你大概以10歲10歲來做一個區格這樣 例如說假設我現在30歲 那我就可以大概是做補8 然後再2這樣 那如果到我40歲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到補債再看 那你也可以根據你自己 可能我是一個比較保險的保守的投資者 那我可能我就可以提高我的債券的比例 例如說我再提高15這樣 例如說我30歲我可能就做補債再算這樣 他以前我主要叫我問過綠角 我說我幫他女兒做她現在10歲 他說那你不要按照我剛剛上課講的 就把那至五的債 可能是九十五的 他是這樣跟我講的 但是因為他那個的 你幫你女兒做的主要是為了他未來的學校 對 所以年齡是看這個調整 因為那部分又有點不一樣 因為那個是你現在目前為他準備的事 他20年後可能他念大學的時候需要用到 所以你的風險承擔不能那麼高 因為你會怕說20年後 結果當年出了什麼大事情 股市真的整個大低 你只有20%的債是不夠保護你女兒的那一筆大學資金 也要根據你這筆錢是要多久之後要用到 來調整你的那個骨債的主殼這樣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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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說了嗎 我很怕 我不小心 我死掉的話 我老公就不知道要怎麼做 然後我也稍微跟他解釋了一下這個股債的配置 可是我也很擔心說 他根本就不知道 要買多少的股跟多少的債才達到這個股七債三 或股八債二這樣 所以後來就發現有這一檔的 Ishare有出一個很酷的ETF 對 那 那他的好處就是光滑亮 就是剛剛有時候我們需要做股債配 那這個他的ETF 你只要買這一支ETF 就能夠完成不同需求的全球行動 的普債配 而且他很划算 因為其實你 因為你只買一支 所以你手續費其實就只花一次 你就可以同時持有很多檔的ETF 然後 他的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需要做債平衡嗎 對 可是有些人可能就真的 就不借債平衡這件事情 可是這支ETF呢 他每年固定10月就會自己做債平衡 所以你連債平衡這件事情都可以把它忘記 只要買了這支ETF就好了 那 Ishare的 他總共有出這四值分別是保守型 穩健型 成長型跟積極型 然後他們的股債比例的 從股80到股30都有 在這邊都有寫 例如說AOA是積極型的 所以他就是股8再2 然後如果是保守型的 他可能就是股3再7這樣 那你可以根據你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年齡 來挑選不同的 這四值的其中一支ETF來使用這樣 那他這邊的 他所選的 他的這個ETF呢 其實就是把他自己家的 十幾支ETF所組成的 那這十幾支ETF 我分給我有列中文名字列在這邊 他有投資 例如說美國市場的大中小型股 然後亞太地區的歐洲新興市場 然後再的話呢 他有整體市場債 然後有公債 有投資等級的公司債 然後也有國際的債券這樣 所以他其實就是 同時投資全球的股市跟債市 然後按照你的 你需要的股債比例來調配這一些這樣 那因為我們目前大家都很年輕 等一下我們就整個很年輕 所以我們就先看積極性的事怎麼做的好了 那他這個主要是成立在2008年11月 那那個時候是剛好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回擊之後 他開始的這樣 那這一支的話呢 他目前我查到最新的股債比例的話 他大概是80%的股票 然後17點快18%的債券 然後手上有一些現金這樣 他的全球配置的話呢 他的股票是美國43、歐洲18、雅開12 先是市場8%這樣 那債券大概是15%的美債跟3%美債以外的 那美國以外的債券 一到三十年債券都有 那他這些股債都是他們自己發行的ETF來組成的 那可是他的缺點是他的交易量較低 他的平均交易、年平均交易量的話 大概是6萬到10萬、6萬左右 那可是如果你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option的 那可是如果大家是為了做資產配置 或者是什麼的話 其實這個交易量絕對是可以成交的這樣 那我們比較關心是他這個指數 他的股 他例如說不同的新興市場比例的話 他是怎麼決定的呢? 他這邊的成分股呢 是才用由上而下的模式產生的 也就是先決定到底新興市場 跟你開發市場的比例是多少 然後再決定他有投資哪些國家 是由他們I-Share他們自己Pand跟提示 來做研究、來做配置這樣 那他的再平衡日的話呢 會是在每年的10月最後一個交易日收盤之後呢 他就會執行這個年度再平衡這樣 所以他的優點就是像我剛剛一開始有介紹的 他其實你投資這支的話呢 其實你就是直接投資大概是7600檔的股票跟債券 而且你像如果你是做一般股債配 你可能ETF可能都要買到兩到三支這樣 你可能交易就要 手續費交費扣三次 那他其實只要你就扣一次就好了 那他的績效 我們當然想要看看他績效嘛 我們根據剛剛那個網站來做回測的話呢 從2009年到2017年的話呢 他的年化報酬率大概是11.52% 然後跟那個美國全市場的11.57其實還蠻接近的 然後他是略勝於那個 VT加那個BND是美國整體市場的債券的 同樣是那個58在2來比的話 10.03他其實是有勝過他的 那大致上如果是你要比較 這個AOA跟那個VT每年誰贏的話 通常在股票大漲的時候呢 因為VT沒有在嘛 所以他的他就會 VT就會贏 可是如果在股市是在跌或是在盤整的時候呢 通常AOA會贏這樣 那他的波動度的話呢 他其實12.7% 然後略高於我們直接把美國整體市場 跟美國整體市場債券的12.33%略高 可是他比VT的15.5%的話呢 其實算是低滿多的這樣 所以他波動度其實是 他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注目 那這是那個回測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他的報酬率 就是100%的AOA跟你的VT加那個BND的話 其實他們的報酬度是很接近的 那可是他其實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這一支他是一支ETF 他一定會有他的內扣的費用 然後他這ETF又是由ETF組成的 所以其實好像有一種被扒兩層的感覺 可是以目前來說的話呢 他大概到201 我記得是2021年之前呢 他第二層皮呢 目前是優惠 就不把你第二層皮 所以呢 他的總管理費大概是0.25% 那這個他不會 不是每年扣的 他其實每天每天 這個ETF 他自己就會內扣掉這個費用 也不會感覺到這個費用出現 那所以其實以長期來說的話呢 VT的內扣費用是0.01% 他是0.25% 長期來說他應該會比VT輸一點點 然後我們回測結果也是這樣 他稍微比VT會差一點點這樣 那這邊還有一個落後指數差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這個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點進去看看這個內容 那他另外兩個缺點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他的流動性比比較 他因為他的流動性比較低 因為他交易量比較小 可是如果你只是 所以沒有辦法做Option 可是我們只是做配置的話 是能夠成交的 那那個呢 他的壞處就是你沒有辦法自行選擇 你的配置或是進行再平衡 也就是如果 就是突然現在股災突然發生了 那可能大家的選擇會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我賣掉一些債券 來再買一些股票進來 也有可能有些人會想說 我把我的股票就停損賣掉 來買一些債券 可是如果你只是投資這支ETF的話 你就沒辦法做這件事情這樣 對 可是你也可以換個想法來想 就是如果真的是 我自己是從事持有股票跟債券的話 我可能那個時候心裡就會一直很猶豫 到底我要賣哪一個 或者是怎麼做 可是你持有這個的話 你就去睡覺就好了 反正其實長期來說 其實他自己會有有專業的人幫你想 他要怎麼配置 然後他自己也會做債券 你就不用管這件事情 對 所以可以說他是好處 也可以說他是壞處這樣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買美國的ETF的話 其實跟買股票一樣 他會有那個除息日 所以盡量我們就不要在除息日的時候 就是買 我們要買的話 就在除息日之後再去購買這樣 那後面的其實就是一些資料 例如說他目前有投資在哪一些國家 然後他的組成 例如說大宗小型股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回去再參考一下就好了 好 大概介紹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也有看 他好像問題寶寶 那個就是 剛才高內快有0.25 奶痕點 通常大概是多少會算是高 多少 就是如果 就是Venda系列的話 因為他這個是在選擇 Venda系列的話 通常都是在1%下 如果是美國市場有債券的話 那如果是美國以外的話 可能大概就會從0.2到0.5甚至0.7都有 那可是其實 雖然說他是高內扣 可是如果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資產組合的 他有股油在各個市場 其實他在多元 如果把它放在多元資產配置組合裡面的話 他的費用其實是最低的 0.25其實是最低的 可是因為Venda VT這一支 他其實是屬於 單純是美國市場的股票 所以他0.1看起來很低 可是其實他在股市的裡面 他其實也算是大概十幾年 他沒有很高 而且說高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因為他畢竟同時有債略有國際市場 因為他畢竟同時有債略有國際市場 他殖利率目前大概是多少 你說他配息來的會嗎 對 我再給雙個這個 請問他為什麼看到 裡面的市場 因為我這邊好像沒有秀 ETF跟基金是一樣嗎 對 他就是基金 可是你可以在股票市場交易 交易 我剛剛看到這個線圖 阿聯名總結 是相對的資金 那他或者問我們現在 是嗎 是嗎 可是現在什麼都在最高 對 你看債其實也是在最高 然後股市也在最高 對 其實ETF有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你看 因為我們上那個 那個boardcamp的時候 其實有上一個 其實我們長期看那個股市 其實長期在看的話 其實他是一直在上漲 可能以前 可能二三十年前 大家會說什麼 可能那時候台股還不到1000點 大家可能說 欸什麼600點以下就買 然後800點以上就買掉 那跟你想想看 那個時候的高點可能是800點 那現在的高點已經是10800點這樣 對嗎 所以其實ETF的 ETF買 應該說很崇尚買ETF的人 他們都會說 你買ETF其實是不用擇時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何時是高點 何時是低點 你只要做的就是 預期定買的去投資 然後放著去社交 對 剛剛那個是要預扣股息的 對 它會預扣30% 所以它是發放股息的概念 它不是利息 它是用發放股息 對 所以美國會先預扣 所以如果股息再加進去再投資的 它這邊是沒有把股息再加進去再投資的 如果你是選TD的股息再投資 然後會等到什麼 我想再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我以前很久以前有看過的這一次 然後剛好講到落後指數的部分 它跟先鋒發行的 就是ETF跟基金有很大的差別 先鋒發行的 他們是不是採用人質的方式 就是 他在買股票的時候 因為他會到世界各國當地去購買股票 可是iShares他們大部分 像是信心信 他們會直接在美國的股市買AVR 所以iShares它會比較偏 就是美國以外市場的大型股 所以它會跟先鋒的比 它跟指數的莫差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長期來說報酬率一定會比較低一些 可是因為其實若後沒有 你說他如果買國外的 他事實上是買在美國的AVR 對 不是去當地買 對 像台灣的話 他就是買財資 買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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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國老投資的方式 對 國老投資 國老投資 出錢就好 幹嘛送你來洗 MBS的方式不是號稱15%以上 這個就是 對 那我沒講 插話一下 插話一下 有關於 有關於ETF跟基金概念 我剛剛問的那個血債 他說是相同的 那我在沒有來上課之前 我對投資是空白 那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那時候 有一個客戶 他在一個基金賠了很多錢 那個基金是聯伯 因為我非常印象深刻 我現在還持有他 聯伯它是南非幣即行的 他曾經在三塊多錢南非幣 他自己換台幣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個聯伯AA 我還記他是一個高收益 他的平均配息是13 那各位現在有電腦方面打開一下 可以瀏覽去搜尋 Google搜尋一下 聯伯AA 然後他穩定配息 他配息一年 平均年化下來 一年大概差不多13到16% 那我已經持有他接近三年 所以我這樣三年 那他這個 他有意思就是說 我這樣買的時候 是2016年左右的時候進場 那時候我看的是幾乎是跌到底 那時候我交換的匯率好像是 2塊錢上下 2塊錢上下 那2塊錢上下 那長時間我持有他現在慢慢去了解 原來南非是什麼一回事 那南非現在有一個大兜頭 跟人家分享的也是報名牌 來各位參考一下 南非現在為什麼大兜頭 因為他長時間為什麼 壁值一直下來 第一個世界不僅汽油關係 他最大的礦產黃金白銀 還有一些稀有金屬 像不鏽鋼必須要用的捏 還有那個個 個是全世界產量60%從南非出來 所以他礦產豐富 只要原物料下來 他的壁值也會跟著下來 再來最大的原因是他那個竹馬總統 就任竹馬總統貪污貪得很嚴重 那這次一個大多的竹馬總統 這次沒當選 是他的副總統他是經商出身的 所以說在短時間一個月裡面 他的壁值上升10% 所以我的資產就那個月就翻了10% 就上個月 上個月 對沒錯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他現在都是相對低檔 那如果說投資的概念來講 好像聽起來那個高收益在他投資一些垃圾等級 那事實上包括Coach這些有名的公司 他事實上被歸類在主於垃圾等級 那這是一些投資機構給他的一些評斷 那事實上那個在好像這家公司 iShare他也有出 也有那個垃圾等級的高收益的 那事實上本身很有投資 那我長時間關注下來 他的也都是連動的關係 那但是我回頭想想 你想一年假設13%好了 那如果說股市很差跌個20% 我兩年本錢就回來了 那如果說我之前進來 我已經賺了20%在那邊等他 那跌20%所以我們還是沒有損失 然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負利的力量 所以負利的力量就是說 我每一年 就是每個月一定配息 配息到1%多或2%多 那會有個金額 那我用那個金額呢 再換算再去買定期定額 那我算過喔 那定期定額那一年定期定額的部分 平均年利率差不多7%到8%左右 7%到8% 所以年利率7%8%的那個定期定額 再加上你本身本金的那個金額 所以我是三個都賺 第一個 淨值 它淨值有上載也賺 然後呢 匯率也賺 然後呢 那個利息也賺 所以 那個這個聯博AA 然後南非幣即息也要記得 不是美金也不是那個台幣 是南非幣即息也要換一些 那還有另外一個標的 另外一家好像叫什麼 我忘記了對不起 我要回去看一下電腦 它是好像亞漢還是漢 漢亞 它是一個投資美國股市的 它的配息也很高 差不多16% 平均16% 漢亞 它也是南非幣即息 所以說現在如果有機會 有一點閒錢 就是好像存款的概念 就去買一些些 它那個 申購的窗口很簡單 你到銀行去 有時候我要買 這類的換南非幣 那為什麼南非幣現在已經 現在平均的價格大概 2.4 2.39 3.8左右 上下在挑 所以 以整個長期來看 還是都相對低點 那今年年終的話 正式的那個 那個新的總統上任之後 對經濟還有 還有整個大趨勢 那個原物料上來 拿開命 一定會跟著上來 謝謝 謝謝 剛剛選在跟我們分享的ETF等等的 你講完了嗎 可以講完了 大家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我先做一個試調 之前有參加VIC ETF課程 沒有參加VIC ETF課程的出手 還是很多人沒參加過 好 所以 大家知道什麼是ETF嗎 OK 那就好 因為有些代號可能 或許大家不是那麼熟悉 因為VIC也會不定期 因為最近我參加過一次 就是VIC在開ETF課 給這個課程 就是跟他介紹一些ETF 比如說剛剛那些 那幾個都有提到VIC等等的 都有提到 不管 所以 人參加可能對某些代號 還不是非常熟悉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資料 雪賽都有發出來 那大家時候可以 如果想要了解細節 大家時候可以再做study 好不好 就是而且 因為大家已經都有開TD了 因為 所以其實你通過TD 然後通過ETF 其實你就可以投資整個全世界 然後股市在市中可以 因為以前可能 我們還沒開TD之前 我們可能只能在台灣買的基金這樣 可是基金其實他的手續費 就是會稍微高一點 那如果是像小師哥 因為小師哥比較會看那個 匯率的走勢這樣 那如果你是買其他外幣 機價的那個基金的話 又可能會有匯率的波動這樣 那所以當然如果你是會看趨勢的 其實你買那個其實是比較划算的 因為其實你像他剛剛說的 你可以通知賺那個 賺那個賺那個賺那個 賺那個上漲的那個資本利的 然後公司也賺到那個會差這樣 可是如果你 你沒有那麼熟的 其實你現在直接用TD來買BTF的話呢 那其實你就 不只他 其實他內扣會比一般的基金會低很多 因為像 你看剛剛那一支所謂的高 其實就是只有0.2 可是台灣買基金 大概是5%以上 2%以上 2%以上這樣 7% 7% 對 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買 而且就是好像根據以前統計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 巴菲特跟一個基金公司在打入10年 他是說主動型的基金跟被動式的買SPY 他好像不是買SPY 他好像買VOO 對不對 他買VOO 結果就是 車尾中都看不到 對 所以就是 大家 如果是想要考慮買基金的話 不可以考慮買ETF 這樣 好 好 我們先去寫菜 那我們第一階段的一些分享 我們先到現在是4點22分 我們4點半回來 好 要上廁所要幹嘛 然後